新說明這次有我 我沒有資格的 換句話說,政府沒錢 怎麼樣透過各種方法 來仇錢的意思 國立大學校園外面的土地 就是在縣起裡面要收歸國養 那想到國立大學 當然 台大師首當提索嘛 2003年行政院要求限期收回 各公立大学大面积的卷设 以及闲置土地 并必须与2006年腾空交还 此项政策引起了台大教授们的大幅反弹 在这种情形下 您是如何因应整体事件 以及后续对校产的维护 对想起来2003年 除了有SARS这个事件以外 其实有关公立大学宿舍要收回的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是台大特别严重 因为特别严重 它那一年是闲政院 它组织一个国家资产处理委员会 就是要知道就是要怎么样把国家的资产来做最有效的应用 换句话说政府没钱 怎么样透过各种方法来筹钱的意思 但是想到国立大学很多国立大学特别是台大 你看清天街温州街南美街都是台大的 他们就想说那这个放在那边不是很 这个如果来改建大楼不是不得了吗 他们就有成立一个委员会 这里面我听说那个这个黄地产的这个老板的这个 企业家董事长也都是委员 他们都懂得怎么样这个把这个去改改改建 这个重新这个就会创造很多的利益出来 很多的资产出来 那想到国立大学 当然台大是首当其仇嘛 因为台大我们这个校园里面在围墙里面是有 有一定的面积而已 我们大部分的土地是在外面的 就刚才讲我们社会都在外面的 他们就觉得就一个一个命令就是说 这个台大校园的这个大学工丽 当然不会讲台大了 工丽大学校园外面的土地呢 就是或者黄色呢 就是在限期里面要收归国有就是 那这个知识体道啦 对台大来讲第一个 我们很多的同仁都是住在这个外面的 我们同仁都是知识的教授 那时候我记得是杨诗彪 洛永佳啦 还有很多人都是都是住在外面的 那我们我们想这些教授 那很多都是我们以前前师让校长啊 或者是找了校长找回来啦 那早期那个教授的待遇很低啊你知道吗 大家愿意从国外回来啊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宿舍给我住 那至少我们住没有缺保 那薪水少一点也无所谓 大家都这样子牺牲回来啦 那现在时过境迁 那你要把他们赶去哪里啦 有些都退休了又赶去哪里 而且我们说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土地 并不是没有用啊 周三路那边还是有很多那个宿舍嘛 那是在校园里面 在那个里面在我们学校的规划里面 那些将来都要搬到外面去 那将来把里面全部就变成教学研究的空间 我们并不是没有规划 但是是过去的现实是这样子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所以说并不是不用 还是还没有用 还是你不给我钱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用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知识挺大的 所以我就提出严重的抗议 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弄正空 台大发展将来就会受到很强 所以我赶快就成立这个危机小组 看怎么对应 当然第一个危机小组 第二个是规划小组 你如果不给它 你自己要怎么用 这个要规划小组 然后在校园会议 也成立一个这个危机处理委员会 来这个 然后我想受这个影响不只是台大 老学校都这样 政大 成大 中心 这几个大学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联合了几个大学 大概有19个大学 我们就一起去见新生院长 我就跟大家一起新生院长 然后我们共同发表证明 同时呢 我写信给陈总统 陈碎变总统 我就告诉他 日本时期为了建设这个 台湾大学的地道 他们在那么时候 就有那个脑筋 考虑到说 将来学校应该要多 要怎么发展 就已经这个是他们 早就列好的福利 现在学生已经这么多了 现在都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在管理的 而你现在反而忘掉这个 这个建校的目的在什么 这样要不然说回去 这个讲得通吗 我就清楚就 就有写信给那个陈总统 陈总统 那这个事情 我上次也讲过了 陈总统后来也有帮忙 当然这个行政院呢 因为他们好像觉得这个 事在必行 那时候好像 是不是真的这个国家 经济状况有问题 这事在必行 那我去行政院这个 谈过以后呢 他们有人来告诉我 说那时候 李毅阳啊 他人是行政局局长 还是列政部长 我忘掉了 说他相当坚持 相当坚持 那我就 有一次就想说 更能够做的 就尽量做嘛 所以有一次那个 我们台大儿童医院 儿童医院破土 那陈水扁总统 我就去参加嘛 然后 他的总统府秘师长 邱宇仁嘛 邱宇仁嘛 邱宇仁我跟他有点熟了 所以他们 他们破土典礼丸 要离开 我就抓住邱宇仁 我说 拜托 拜托 你这个 帮我打个电话给李毅阳 叫他不要那么硬 这个学校的问题 要重招考虑 他说不行 我这个李毅阳 我没有办法 他每一个人的人际的关系 我们也不了解了 他说你要找 你要找 找总统 那总统那时候刚要上车 要上车 我就把他抓住 我就说 邱宇仁说他没有办法 我已经找写信给他了 他说要找你 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帮我 这个 跟李毅阳的讲一下 因为他已经要走 他说好好好 但我以为他听了就忘掉了 就不管了 没有 就没有 他一个他 我写信给他有印象 第二个我请那个李英远 李英远是我们校友 他也是官位的嘛 那李英远跟我也有一段关系 因为他以前被 被关在这个 心殿 那个土城 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我们那个李正元老师 要去探望他 他们那时候我是医学院长 他们说 你可以不可以写一封信 我们就借着要带你这封信 去慰问李英远的时候 我们去看他 很多人不敢写嘛 我说没有问题 我们的校友 我们的当然可以 我就写一封信 李正元就跟 王忠德 很多教授 就带着这个心基图 所以李英远也知道这个写 我有时候拜托他 他当然就会帮忙 那他说在中章会 中章会 我说请他在中章会发言 他在中章会发言 他说国立大学这种事情 做这个好吗 怎么样 他听说在他一直讲话的时候 他说陈总统一直点 一直点 觉得说对啊 这种东西 就是好像说很赞通 李英远的这个想法 就是这个不太适当 所以我一告诉他说 请他帮忙 他说好 我约他 我约他大概就是一幕一幕就过去了 后来到这个 一段时间以后就是 总统科学奖颁奖 总统科学奖 他总统要清楚来颁奖 那我是审查委员嘛 他说颁奖的时候 就请这个奏长的还有委员 都在一起吃饭嘛 然后他这个就是过来敬酒 陈总统过来敬酒 因为他导事很细啊 这个小事情都会记得啊 跟我讲说校长 你交代的事情 当然我不敢交代了 我是拜托他了 他说我已经解决了 我已经做了 但是他说但是呢 我没有找李毅昂 我找游西坤啊 我跟游院长讲 我说你总统当然跟院长讲就好啊 你不必直接找李毅昂 他当然是这样的啊 对啊 我说谢谢谢谢这样 后来可能他就真的有讲 后来国资会就改变了 改变了 结果要做结论了 要做结论了 那次游院长就邀请我去参加了 他就把最后的结论 念出来以后 就是只有淘州街一户 那一户好像有什么情形啊 这个也怎么样 也不一定是我们的 所以那一户保留意外的 其他都还是回归待当 所以那个结论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游院长也是很尊重我 他说是不是这样可以啊 我说谢谢谢谢 只按就定下来 哦 那个真的是台大校展上 一个很关键的一案啊 那我们如果现在那个周三路 那个外面清淀街到处都有的那宿舍都收回去的话 那不得了很多老教授都是流离失守啊 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嗯 行政院收回 苦力大学那个校外的这个财产啊 土地跟那个宿舍的问题啊 解决了 我们已经答应过 我们会好好去利用啊 不会让它那个光辉在南北 当然那个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贷款 把一些这个可以利用的空地啦 校舍啦 就是分作一风一气二气 那盖了很多那个 在你看在 特别是秦田街附近呢 有好几栋这个宿舍 盖的蛮蛮不错的 那像我去看的时候呢 那比外面这个私人盖的那个豪宅还不错 那我们就是贷款 然后给我们同仁住 但是他们付的房租 那就相对便宜很多了 所以这个也解决了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利用问题 一个是解决我们自己这个老师的这个自私问题 说到这个校产的维护啦 大家都知道台大有很多土地 有人还说台大台湾的这个 最大的地址是台大 其实不是啦 最大的地址是台大 那他们说台大大概占有 台湾土地的百分之一啦 就我们三万多公顷嘛 百分之一啦 但是老实讲每一个校长 都为这些土地困扰 特别好像在于兆宗校长的时候呢 哇 那个更困扰了 所以听说于校长有时候这个 在校园着陆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警卫还跟着他 那这个放林啊 各方面的那个要求啊 一直存在啊 那这个政府有时候为了选举啊 马上又很多 又不能够坚持原则 那这里我能做的是怎么样呢 其实这是从孙校长开始 他大概 他就想到说 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 实验林跟这个 三地农场啊 第一个来 到底多大面积什么 丈量嘛 第二个做这个产权的登陆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一接任以后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把它完成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到 我当了十二年了 就是一直是一个工作 一直到我卸任那一年的年初 全部登陆完成 就三万多公顷的土地 登陆完成 这个才对我们这个校长 一个最重要的保障 我觉得这个是 我是觉得这个是 蛮重要的一个工作 蛮重要的工作 校园建设了校长的维护啦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啦 当然都是全校书生 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啦 当然在不同的阶段啊 会有不同的参与啊 他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这个 第二活动中心的那个拆除的时候 那时候总务长就是王山洪 王山洪 那时候主秘是彭正康 他们两个在这方面 做了很大的努力 这个拆除以后的这个问题啊 协商啊都出了很大的力量 当然那时候比如说那个 第二活动中心啊 本来是要给他们 我们经营二十年啊 后来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经营 他们人就散掉了 那我们如果这个医药楼 空到二十年在那边 那就很麻烦了 那时候也也 那时候就是我们靠我们那个 何季芬 那个学务长 大家出面跟他们协调 我才用一亿多元的贷款 然后把那个学生活动中心那个医药楼 二活的医药楼这个经营权弄回来 那很多人在参与努力的这个成果 那包括现在国家地震中心那边的这个拆除啊 那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武艇公庙开始 那时候我们那个陈一鸣总务长也是 汇敬很多的这个心思啦 很多的心思 那我们赵永茂总务长 他本来是在这个 这个 激南大学做总务长 或者那激南大学总务长 不错 我就把他请来台大当首位 他在处理我们这个实验林的地方 很多问题任劳任务 我记得在我们竹山的那个 竹山的那个总部那边 面对那个旷路的人 哪一个人跟他们这个坚持啊 终于能够把持住我们的原则 那都不是很容易啦 那像这个我们很多这个 这个校团的这个登陆维护啊 主要当然还是这个保管主 保管主 当然总部会主最长的就是我们 这个黄学村职任嘛 那是从孙教长那时候开始 可能他这个付出会更早了 到我当时校团还是他 到后来是徐彼映 他们都在这方面 发挥很大的这个力量 那至于所以中山路 还有这个野庭大道校团结社 大概就是在我最后一任的时候 结社 那这时候呢 我们也很幸运的 有这个陈正川这个总部长 他在这个台湾营建研究院呢 完了以后 任期到了以后 我就把他请过来 那结果他是全力以赴 包括很多困难呢 包括停车会 很多人都攻击他 他们都以他的这个 以他做目标来攻击他 但是最后呢 他都还是能够坚持原则 我也尽量帮忙 让我们这个整个校园 能够好好的完成所有的建设 我也是非常感谢他 其实是更多的同仁 包括我们那个817医院 能够收回来 那是全校这个上下 老师教师会也出面 学生会也出面 所有大家都出面 校友也出面 然后才能够把爸一起保住 所以很多事情都要靠我们 同仁大家共同的努力 才能够得到今天这样的成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